花联市选区登记第8号的县议员候选人魏佳贤 特别利用周末空档请走市场 拜托摊商还有采买民众来支持他回到县议会 让他能够用地方行政首长经验 还有三届县议员的资历回到议事殿堂 替乡亲来监督县政把关预算 现任花联市长的魏佳贤平常要处理公务 特别利用周休二日空档时间 前往各个工友零售市场来拜票 魏佳贤向摊商及采买民众握手致意 获得许多市民朋友热烈的欢迎跟加油声 今天利用假日的时间来到我们几个市场 来做相关的一个肯托 那这次佳贤也转战花联的县议员 那也希望未来能够有行政的经验 还有民意代表过去的经验 能够重返议会之后 能够给花联县政府更多的建言 那今天也到市场里面来听取更多的声音 那期许未来能够向县政府争取更多来建设 花联工友市场的一些预算 让公友市场还有花联基础的一个建设 能够更多适合花联的一个建设之外 也能够让所有的民众能够更舒适的环境 那在此佳贤也诚恳的来向大家来肯托 那未来佳贤如果有机会重返花联县议会 一定会更努力更打拼 为乡亲继续发声 魏嘉贤表示他在担任市长期间 更了解到传统市场的需求 也发现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光凭事工所的财务能力是无法负担的 他希望未来在乡亲支持下可以回到县议会 不仅是监督县政把关预算 也要把地方民众的声音确实传达 让主管机关可以积极替民众来解决困难 提供更整洁安全的采买环境 给花联的所有乡亲 届旅会幻视报道